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Grab Car Alpha John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看标题,你就看到了 就是我教你们如何去Grab的官方网站申请成为Grab司机 没错,John,你是不是倒置机米? 你是Alpha Driver 但是很多司机不明白什么是Alpha Driver 因为最近我们的YouTube观众很多是新司机 亦有很多人有兴趣申请成为Grab司机 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 而且他们都不知道Alpha Driver是什么 我隆重介绍一下 我是Alpha John 我是Grab的Alpha Driver 即是Grab正式授权的一个支援人申请Grab司机户口的Agent 即是一个介绍人 我是可以帮你注册申请成为Grab司机户口 我会教你如何做 最近老实说很多人打电话你 或者WhatsApp我 问我 John,如何申请这个帷口 需要什么资料 但他不是要找我申请的 他是要自己申请的 所以他不知道需要什么资料 或者有些他找了其他Alpha 即是其他Alpha Driver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可能在Google找了一个网站 比如说他直接打 Grab Registration 按Google Search 然后一出来有广告 如果是www.grab 这个就是Grab的官方网站 但是你看看 这个GrabDriverMy.com 这个不是 这个是Alpha的网站 还有Grab 这个GrabSignUp.com.my 也不是Grab的官方网站 这个也是AlphaDriver的网站 他们是付钱去Google打网站 所以GrabCar-my 也不是 GrabSignUp 不是 所以你看到Grab-driver 也不是 总之你看到那些不是Grab.com 那些全部都是AlphaDriver的网站 其实之前Grab 是有公司的规矩 就是说明 不可以用Grab的键语来打网站 但这些可能他们打网站 可能他们打网站太久了 变成Grab 他们就跑出来了 所以 如果你在这些网站 即不是Grab的官方网站 填了资料 那其实你就找了AlphaDriver的註冊 如果到时你再来找我註冊 如果你想找你的註冊 但我在其他地方填了资料 或者他自己填了资料 他自己也忘记了 老实说 我是帮你不到 因为公司现在有规矩 就是 你在哪个网站 你在哪个AlphaDriver的link 填了名字 他拿到你的资料 他帮你开始申请Profile 你就要跟着他 如果你还没交资料给他 你要来找我 可以的 但是麻烦点 你要准备一个新的Gmail 和新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再帮你申请一个新的Profile 就可以了 就可以继续走 如果不然 你就要继续找回他们 第二 你可能说 Aerjohn 其实我是要自己申请的 但我不知道 什么资料 和什么身份 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 申请 我想问你 OK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是AlphaDriver 那你找我 我当然当你是 你找我帮你申请的 但如果你是找我 你可能最近才看到我youtube 你会觉得 有成人在youtube 说grab的东西 应该可以问他 OK 我的WhatsApp 我的电话号码 其实是开放给想注册 想找我注册的司机 跟他们联络 我会教他们 如何申请 然后他们计算 我会教他们 如何做的 如果你是不想找我注册 但你只是想知道 什么资料 什么资格可以做 那现在这个视频 就是拍给你看的 如果你看完影片 你是想找我注册 那当然 无人欢迎 我先谢谢你 如果你是坚持 我想自己注册 我不可以交我资料 给别人 我只是想知道 什么资料 很简单 现在我就教你们 首先 你要去grab.com slashmine的网站 就是卖星亚的grab的官方网站 grab.com 刚才我已经说了 如果你找到那些 奇怪怪的网站 gr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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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不是grab.com 那些全部都是alpha的网站 那如果你是不想找alpha 你想自己去官方网站 注册也可以 你要打这个 grab.com slashmine 然后 你拉下来 它在这里 订阅APP 你会看到 consumer driver merchant enterprise 所以我们按下去 这个driver 按下去之后 这里有写 drive with us 然后按进去 OK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 什么资格 什么资料 我全部都知道了 我只要订阅 OK 你就在这里 按这个订阅 button 然后你填资料 如果你有referral code 你就填referral code referral code 就是在现任的司机 如果你是老公介绍你的 或者你哥哥介绍你的 或者你哥哥介绍你的 或者你朋友介绍你的 如果他是 driver 他的 driver app 如果他是 driver 的话 他的referral program 可以按他的referral code 到时叫他给你referral code 你填下去 你进去填资料 搞资料 就完成了 到时你开了 你又拿到公司 便会出referral fee 就是这么简单 但如果你是找我 就不同了 你只需要联络我 我帮你搞定其他东西 你这些东西都不用填的 我全部都帮你搞定 OK 所以你连office都不用填 有时你的资料有问题 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办 要是whatsapp公司 要是你要上公司 跟他说 什么资料不行 什么资料不行 你要自己搞定 就不要来找我 因为为什么呢 你自己做到一半 你不行了 你来找我 其实我已经帮不了你 因为你已经发布了资料 如果你是尤其是alpha 我根本就帮不了你 你要找回那个alpha 即是他赚你的referral fee 你不要给别人钱白赚 即是给别人赚钱 你不找别人帮忙 没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你对人好 人对你好 你找尊有投资人 冤有投资有主 OK 如果你到这个prod part 你是什么都不懂 你想知道什么资格 什么身份 可以做 首先很简单 你就拉到下面 OK 拉到 谁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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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 马来西亚公文 首先要是马来西亚公文 你的IC要是蓝色的 红ICPR不行 所以要是21至69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Grab 最多可以申请到70岁 你满70岁就不能再申请 所以69岁是最后可以申请的 OK Processor vehicle that not older than 15 years 就是你的车是不能超过15年的 这个是改过了的 以前是不能超过10年 现在是不能超过15年 但是 正式来说 你的申请 你的车是不能超过14年 如果你不能超过15年 你的车比我们车14年两个月 你申请到开到account也好 你的车是无法认识的 要是不能隻tw ми 所以你要占的 即使没其他车可以 safe 第三就是Ehealing PSB 资讯 这个毕述スチェ for once 两个都是改过的 之前的PSB 资讯 即是要考试 correcting欠取Ehealing PSB 资讯 � festivals Ehealing PSB 资讯 其实是我们拉Ehealing Glata Savez和Dexi的迪士手牌 即我们叫 editions 私立 선 所以如果你持有这个意料,一定要有这个离线,而这个离线很简单,你要去做这个medical check-up for PSV 离线的application,然后你去上这个课,然后你就可以去这边接出这个离线,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考试 然后,除了PSV 离线,还有车15年人要70岁以下,21岁到719岁,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smartphone,所以smartphone即是普通的Android和App都可以,但不可以太旧款,太旧款你是用不到我们的GrabDriver Apps 所以,再旧的电话,例如Android和Nokia都不可以,那些按键都不可以,一定要是Android或者是Apple的smartphone 然后,Car eligibility 提出,虽然你说你的车不是10年以下,但不是唐唐车,价格车都可以 这里有一个连续,你按这里,你可以进去看什么车可以做,什么车不可以做 这里已经是列出来了,我之前曾经有做过一个Live,专讲这一部分的,就是什么车可以做,什么车不可以做 然后,哪个车款做了,你可以做哪种Service Type,因为Crab有很多Service Type 详细,你可以去那个Live看,我会将那个Live的连续放在影片顶上角落,我不知哪一边,你等一下可以看一看 OK,所以你有这些条件,满足到,那你就可以申请了,就是这么简单 OK,那What do I need to do 呢? 这些是,其实是,你的account开了,你才需要知道怎么做的 其实很多司机都来问我,John,是不是要验车的?申请? 申请不用验,申请好了,是account才需要验车 然后,那个EVP是什么?申请好了,就会有EVP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申请好了才有的 所以,长程,Modities on E-link Regulation 即E-link的规矩,条规矩,条例,可以按下这里慢慢看 然后,如果你没有车,Grab也可以租车 长程可以按这里看,如果你想租Grab的车 OK,随便我讲的条件,下面这里就是,什么资料 OK,首先,Blue IC 如果你是军人的那些,你就拿军人的IC 以前是可以的,现在不知还不行 现在可能要Blue IC 以前军人,Police的IC都可以的 然后,Malaysia Competent Driver License 即是说,你的license是不可以是P牌的 因为你P牌是考不了PSV的,所以你一定要先脱了P 然后,一定要有Personal Bank Account Created with same IC 即是说,你一定要自己的IC number的银行户口 可能你是,比如说你是Bank Grab C 你没有银行户口,那你就申请不了 除非你有自己的银行户口,你可以试一试 因为以前我曾经有了一些Bank Grab C 就是,它是有这个Bank Sin Bananasia 那些银行户口的,它是可以开到户口 但是,是可以试一试,申请看它是否费 然后,第四个就是PSV资料 然后,如果你是我,找我申请,你没有PSV资料 我会讨论你如何上货,然后取得到PSV资料 到时换取那些钱,如何换取那些钱,我也是会教你如何做,去取回那些钱 第四就是 Pass Background Check, No Criminal Record 是在一起 这个就是,如果你申请的时候,CRAP是会做一个 Background Check 即是背景调查,他会查家责,看你是否身家清白 如果你有案例,或者你有很多三万,危险架势的三万,甚至乎你有上过法庭,一些案件上过法庭 甚至乎某些 Black List 的案例,如果查到,他是不会批准你的批击 那你就批击不了,如果你批击不了,譬如说你申请了,第二个Outfile 最近有很多司机都是这样,近这半年我看超过有十个 司机就来问我,John,我已经申请了 那你老实地跟我说,我也是老实地跟你说 其实你申请了,你拒击了就不行了 有些司机就选择不老实,他给新资料我再申请过 可能他给新的Gmail我,给新的电话号码我,等我再试 其实你是在浪费我和自己的时间 因为你这里不通过这个 Background Check 你有案底,你有 Black List,你有上网法庭,你有 Bankruptcy 那些没有银口口,过不了就是过不了 所以我帮你做的事,全部都是白费的 所以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如果你知道你是失败了 Background Check 你已经退费了,就不用再来找我 其实我可以跟你说,就是我这里做不到什么 最后一个就是,not previously banned or terminated as Grab Drive 你以前是没有犯过Grab的厌重条例 即不是被Grab banned 例如打客仔,骂客仔,危险驾驶 或者是gaming,即是厌重的 被Grab banned了,不可以再开 如果你是被禁止了,你也不用再申请 因为禁止了就是禁止了,你不能再开 除非他邀请你去Apple,即是上诉 给你一个机会,给你开,给你上诉 那你就有机会去找 否则是没有机会的 最近还有一种,我经常都收到的 就是,John,我曾经开过Grab 但我的帐户很久没有开过,超过六个月 所以我现在开开不了 那我怎么教呢? 其实这个我也可以做 但是你就不是申请新的帐户 你是申请开回你旧帐户 那我是会教你怎么做的 我是可以教你怎么申请你旧帐户 但是你那些新司机的优惠就没有了 因为新司机才可以Claim PS3 但是旧司机是不行的 如果你是想申请新司机 你看完这个视频 你不是自己申请的 你是想找我申请的 那你了解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号码 010812-5874 和我WhatsApp联络 请WhatsApp我 010812-5874 和我WhatsApp联络 如果你是刚才我这样说的 你超过六个月没有开过 你想开回旧帐户 或者你超过三年没有开过 或者是PSV禁止实行之前的 你已经删了很久 你想开回旧帐户 我也可以教你怎么开回旧帐户 所以也是一样 你WhatsApp我 010812-5874 和我说清楚你的status 就可以了 即是你是超过六个月没有开过 即是旧司机 还是你想申请一个新日交 那我就可以帮你了 OK 如果你是其他司机 你是其他偶化申请的 或者你自己已经申请了GRAP 那你打来问我 阿John我有问题想问你 阿John我有问题想问你 最近也有很多 都实际说 我不是不想帮你们 都是那句 你如果自己申请 GRAP可能浪费了一个偶化给你 其实介绍费是被人赚了的 但是你要找回那个帮你申请的人 或者你刚才我说 你去那个GRAP官方网站 以外的那些 例如这些 Alpha的网络 全部是打网络的网络 你填了资料 你给你申请了 接着开网络 但是你有东西问我 比如你是嫌车 你要禁止VVP 你要买保险 你一直WhatsApp我 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道理 因为我没赚过你的钱 但是你一直WhatsApp我 所以大家帮大家 即是冤友投测又主 你找了那个人 你赚了你的钱 不要让他白赚 叫他在网络 或者你是自己申请的 没付费的 你都可以提到费用户 问费用户 因为我不是费用户 我不是Undergrab的办公司 我只是个代理 即是freelancer 我有申请到人 他们成功开了帖 他又持责我 我便有依照 只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会专心教我自己注册的司机 以及我会专心去聘用 真的想找我注册的司机 而不是我去帮那些不是我注册的司机 但是每天叫你 每天叫WhatsApp 我真的觉得我应付不了 所以我特地拍一个视频就是给你们看的 所以给你们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自己注册没问题 我教你如何注册 但是如果你不是找我注册的 请不要再占用我的WhatsApp的资源 我想专心去聘用我的司机 所以我感谢大家 所以今集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这个其实是2024年的更新 其实这个视频我以前在我的Live里曾经有说过 但是是旧版的 好像现在有更新了 车可以延长到15年 不需要跑PSG的事 所以我就拍一个2024年的版本 所以希望我帮到你们 如果你的朋友想自己注册 你知道的 你就快快分享这个视频给你们看 你有一张教会如何注册 但如果你的条件都明白了 自己要了解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如果你要了解完了 想找我注册 OK 无人欢迎 多谢你支持 你可以通过刚才我说过 010825574跟我WhatsApp 010825574跟我联络 010825574跟我联络 OK啦 所以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下次我再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我就再拍个video 和大家慢慢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不要WhatsApp 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留言 多谢你啊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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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